您說人民幣有每一個可能就是有朝一日取代美元 我想有幾個條件 如果要發生這件事 第一個條件就是中國的佔地球整體的經濟份額 是要大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不要忘記其實到今天為止中國和美國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到中國有朝一日就會取代美國 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這個說法是用我們所謂的GDP的計法 GDP就是每一年你的生產總值 但是你不要忘記就是我們除了看每年的生產總值之外 你還要看背後的底有多厚 那你中國的底有多厚呢 其實中國的底就不是那麼厚 那你就這樣說在經濟的角度去看 我們現在只是看每一年的GDP的量 因為你一年不生產就餓死了所有人 但是所謂的底是什麼呢 是不是銀行存款啊 是不是那些樓啊 是不是什麼 不是 其實一個國家的國力的底就是制度 就是你隱藏了的知識 就是在危急的時候究竟有多能夠應變 其實這些是文化上是政治上是社會上 你不是純粹是用每一年的GDP的高低去比 每一年的GDP 若干程度上都反映了你的底有多麼強 但是不是反過來的 有些社會有些國家 你有時候見到它有一期GDP增長得很快 甚至乎是當年我舉另一個例子 七八十年代的日本 當時也有一個說法 日本是世界第一 將會取代美國 但是去到之後大家就發現 日本可能還差一點 不是差 日本不是差 日本以亞洲的標準絕對到現在為止 就是我剛才說的 底是夠厚的 雖然你看到它好像每年的GDP增長 尤其是你再計算增長好像比較弱 但是它的底其實是不是弱的 好了 你中共的情況 其實它自己不是不知道 人口結構是一個問題 制度的單一性是一個問題 我想凡此種種你加起來 你如果要跟我說 我們中國有朝一日會取代美國 不是說這件事不會發生 不是說掌打人志氣 不是說特意見到 一定是親美國、大美國主義 而是想說如果一個國家真的要強大 不只是看你有沒有錢 我記得好像在這個節目也說過 去年他們中共推出的所謂第三次歷史決議 其實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他們覺得當年毛澤東就令中國人不再需要受外國人欺負 就是在說八年屈辱的 他們那時候八年屈辱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由南京條約開始 就是輸了給英國 但是這種玩弄民族情義傑的做法 甚至乎可以說不只是中共開始 國民黨何嘗沒有做過這件事 就是你在滿清滅亡之後那幾十年 其實有經過軍閥的時代 軍閥背後很多時候有日本的力量 有些軍閥其實是親俄的 當年國民黨也是親俄的 那個年代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眼中 真正的那些軍事經濟政治力量 不是日本就是俄國 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結果其實國民黨和共產黨最終哪一個勝出 就是因為蘇聯的傾向 蘇聯決定放棄蔣介石 毛澤東才有機會贏 毛澤東的贏其實也是靠蘇聯的支持 那好吧 直到後來鄧小平上場好沒有? 大家記不記得鄧小平上場 第一件事 之前要去哪裡? 去美國 當時就是 其實大家就懂得說 尼克遜訪話 毛澤東跟他握手 那時候跟蘇聯反了面 其實去到之後 鄧小平怎樣鬥贏華國鋒? 是不是真的 只是中南海那幫人支持鄧小平? 鄧小平為什麼可以成功地獲得 其他中南海的一班中共元老的信任 就是因為他站在那邊 而當時站在那邊的意思就是放美 改革開放 或者要仿效這個世界的經濟浪潮 其實當時是學誰? 在哪裡要學? 惹回來 又是學美國資本主義 當然也是剛才說的 學點不學點 只學他那個表面外在的 人家內裡的精神、價值觀 那些全部就不看的 好了 到毛澤東、鄧小平 到現在習近平 習近平其實要做的是什麼呢? 終於就是 我們不用看外國人面色 不需要看蘇聯 也不需要看美國 我們中國人自己有一套主張 那這個又回到剛才說的那些人 你提出這樣的貨幣制度 人民幣國際化 但是又不是一種自由流動的貨幣 要取代美元地位 但是又不是一種好像美元那樣的貨幣 你是一種什麼呢? 說不出沒有理論基礎 純粹是自己憑空想像的一件事 這個國家現在做的事情 越來越是用自己的想法 但是那個想法和現實的距離越來越短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看到的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是大家看到的問題 而是大家看到 但是沒有人可以把這個聲音說出來 說了出來 上面那些人都未必聽到 聽到 他就覺得你是和國家作對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氛圍之下 他們越做的事情就越偏來現實 那些人在下面的 就做了就當成功了 是吧? 總之 不知誰有一個路線圖 我們就照做 做了的後果是怎樣? 不要理會 因為最重要是做了 得與不得不重要的 最終壞了就怎樣? 壞了就去賴 外國這些可惡的美帝 就是時時想我們死 其實人家沒有那麼空 你死不死 美國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問題要處理 有其他各樣他自己的事情要做 有他的生活要過 你中國是怎樣? 他管得你這麼多 是吧? 只有自己是好像他們那種想法的人 才會經常覺得 美國當然不想我們強大 因為我們強大 他就不能做第一 美國就是要做第一 不是的 這個是很明顯是中共自己那些 鄉下佬那些心理投射 他很想做第一 所以他就覺得現在做第一個的人 千方百計不想讓你做第一 有讀過美國歷史就知道 其實在很長的一段日子 在說整個十九世紀 美國本身的政治就是 盡量和舊世界劃清界線 其實美國曾經是一個長國 大家搞清楚 美國曾經是很不想介入歐洲事務 很不想管其他地方的事 美國就是唯一只有一班人 就是一班到處去找生意賺錢的人 最初在亞洲 你說在香港也好 去日本那些也好 那時候在美國西岸開船過來 什麼檀香山、舊金山 開船過來的人 做什麼? 就是用廉價勞動力 打算來買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有什麼稱霸那些東西 他們才聚不上來 這個本來是一個美國很深層次的文化基因 當然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 慢慢改變過 但是你說去到現在 如果大家還不服的 還是覺得美國很喜歡做世界警察 還是覺得美國人最壞的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那有些人說 啊拜登嘛 左膠嘛 不是其實 是過去幾任美國政府的總統 由奧巴馬到特朗普 其實都說要從阿富汗撤軍 這個是美國主流民情 覺得做什麼要派兵出去 911那時候就是因為 拉登 躲到阿富汗 其實 打阿富汗某程度上都是因為拉登 拉登真的是在美國本土發動戰爭 大哥 所以那時候美國政府 派兵打阿富汗 是捉了拉登 那拉登死了之後 其實理論上是真的要撤軍 但是這樣說 說了十幾年 Anyways 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就是 由當年蘇聯年代 就已經有很多共產的文宣 就把美國說成是帝國主義 有很多人 就是我稱之為 useful fools 這些有用的笨蛋 有用的傻瓜 就相信了 當時由史太林年代流落的 這些蘇聯的propaganda 就說美國很喜歡做世界警察 你一聽到世界警察這四個字 大家如果有考究出處就知道 這個原來是冷戰時期蘇聯的文宣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其實很多人就買了這些文宣 尤其是中文的文化圈裡面 香港的文人裡面有很多這些人 報紙人也有做傳媒其他文化藝術的 很多其實他們受的教育 多少都滲透了這些左翼文宣 甚至乎美國自己都有共黨的人 不是滲透 是因為一個社會 你多元包容你就一定要容許一下這些 可能有人聽到這些 不是啊 那時候有什麼默卡錫主義 默卡錫主義 哪怕是真的曾經有過這些言論控制等等 但是 你用當年美國的默卡錫主義 可以作為一個標準去量度 很多人 是變成了蘇聯的 子民 那你就看看蘇聯瓦解之後 有多少國家宣佈獨立 那究竟誰才行職民主義 那如果有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美國突然間宣佈 不知道怎麼變天 那現在美國在海外的影響力 有多少個地方 需要宣佈獨立 那我數了可能只有那些關島 哥斯特尼加 中南美洲 小小的幾個地方 甚至乎美國都不太想 將這些地方 變成它自己的本土一部分 最後一個 就是納入它這麼多個州 已經是去到夏威夷 如果不是有太平洋戰爭當年 是不是 關島到今天 都不可能會變成美國的本土 是不是 波多黎各 都不是美國的一部分 我想大家要分清楚一件事 就是究竟誰才是在做殖民主義 之前 一個星期都在這裡好像有講過 當年 1971年 中國大陸共產黨 重返聯合國第一件事 將香港從這個殖民地的名單拿走 的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你們時事說 這個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的國家 他們主張就是 所有前殖民地 是以自決的形式去決定自己的前途 1960年代其實是直接有個決議 寫了在文件上 中共一回去聯合國 第一件事就是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 剔走 原因就是不想給香港人自決 究竟誰才是殖民主義者 香港到今天為止都仍然是殖民地 只不過中主角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香港用殖民地的標準去計 我純粹只是說經濟政策 在六七十年代 香港是跟英鎊掛鉤的貨幣 但是香港人主要用的貿易貨幣是用美金 當時英國政府是不喜歡這種情況 但是香港的財金官員 那時候就是郭伯偉的年代 是可以跟倫敦說 你們的貨幣政策是影響到香港的貿易 所以我們香港必須要有自己的一個處理的方法 那麽倫敦當然很不滿意郭伯偉在香港做的這些事情 但是就這樣說 權就是你的 我派你來那個地方做財政 那時候就是financial secretary 做財政司 那這個是你的權力範圍 到後來英鎊真的搞不定 香港的貨幣 法定貨幣正式掛向美金 換句話說 在英國殖民地年代的香港 香港都仍然在某些關鍵政策上面 能夠向北京說得 好了 你現在說回這個互換協議 很明顯是北京主導的 不是你香港那些官員自己會想這樣的事情 北京說香港要做這件事 你香港的官員有沒有想過究竟對香港的影響是什麼 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可能有影響 是不是必須要 有沒有用等等的問題 我想他們不會問第一件事就是 北京說要做 好了 做 所以各位 其實你們第一個問題問 是不是這樣會抽走香港的錢 技術上不是 就是他們不會 因為如果你利用一個這麼低層次的想法 就是 有互換協議 就偷偷地偷走我們香港的錢 他們都未至於低層次度這樣 但是 他們偷走了 他們破壞了 在那種制度上面 那種 英文叫做 是那個制度的完整性 但是 你在這個制度上面 潛建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破壞制度的完整性 有些東西 比起 單純 那個戶口裡面那個銀碼 更重要的就是 你那個制度 其實不是他就這樣拿走你的錢 在這個節目裡講了很多次 我知道這些國際金融政治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有些複雜 我尽量嘗試用 大家明白到的語言去解釋 其實在銀行結余裡面的錢 不是屬於政府的 那些錢是屬於大家的 屬於玫瑰 問題就是 所有銀行制度都有同樣的特點 就是 銀行是沒有辦法 立即找到數目給你的 那麼 請你打一打 其實這個互換制度 不是就這樣拿走你的錢 如果有人這樣想 我覺得這種想法 其實是 想得太簡單 而也給了對方有個很好的藉口 就說你們的人不懂 但是 這個互換制度 絕對不是沒有問題 我簡單的結論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所謂的互換制度 其實是破壞香港的金融 財經系統制度的一個完整性 是一個僭建 而這個僭建 在危機之下 很可能就是香港的最弱一環 所以說了大概整個小時 我希望從多方面去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他們說 美元不可靠什麼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人為 特意做出來 就是香港要靠美國 用美元就等於靠美國這個說法 是一個非常之中式鄉下佬的那種想法 不過只不過說出口 我叫任志剛 大家就說 哇 他們說都是錢財金官員 但是我想說 用美元就等於依賴美國這件事 其實就是很多鄉下佬的思維 他們說 不是啊 你看俄羅斯 剛剛也說了 從冷戰開始 一直都有這樣的說法 說美國是國際警察 很喜歡去管人家的事 那你就想回頭就是 好吧 如果不是一個美國為主的價值體系 是一個以中國和俄羅斯 甚至前蘇聯去主導的世界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是不是 如果你當年任志剛 不是在香港 是英國人管治之下 做這個金管局 而是生在大陸 甚至乎在 不知內蒙 或者北韓 你任志剛有得做馬會會員 有得做官 有得做金管局總裁 有幾百萬年生一年 是不是 你這麼喜歡這些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把你的身家都拿出來給人 好不好 你如果這樣做 我就服了 是不是 共產主義就是共產到底 你不要在口頭上 就說自己愛國又共產 是不是 然後在行為上 又做另一套 我覺得就不可以這樣做 我看一些數據 就是美元 就是去年年底 美元佔國際市場 都是差不多六成 歐元都兩成多 其實人民幣是3% 3% 這個是對現代你剛剛說的問題 就是人民幣想對抗美元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可能是難的 好像蚊和牛幣這樣 這樣說 其實這不是對抗美元的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人 會用美金去做交收結算 就是因為它整個金融基建 它整個市場深度是在這裡 你人民幣希望可以達到這個階段 你必須有幾樣東西做 第一件事就是 你人民幣是不是可以自由流動自由兌換 那你說你又不肯做這件事 那就只剩下你剛剛說的那3% 那3%是怎麼來的 就是你那些一帶一路國家 給你逼要使用人民幣 或者好像香港這些情況 有些大陸的那些機構出到來 它第一件事就是先拿著人民幣 但是它一來到這個香港這個環境 第一件事要借錢就是借美金 如果在香港要存錢 也都不會用人民幣去做結算 你只有很少很少有些人 就是那些散戶啊 小存戶啊 有時候看到人民幣那個匯率會升 有時候就會拿一些離岸人民幣 那些基本上是一個投機性的資產來的 就是大家是賭人民幣會升值 就是你剛剛說的百分之幾 個位百分數的數目 大多數正常情況不是美元就是歐羅 歐羅那些其實很多都是歐元區 自己內部的那些貿易 因為它沒有了匯率風險 那是省了一點就是那一點 但是要歐元區以外的所有貿易 各國貨幣基本上都是掛美金的 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段歷史 由一九三幾年開始 其實地球根本就是一個美元化的秩序 到現在為止還是 歐元的使用是離不了歐元區的 那個是一個備用信貸額來的 不是拿走了的 如果你們的心態還是 那些錢是不是拿走了 如果就這樣給它拿走了的話 說完明天就已經有危機 不是就這樣拿走你的錢 沒有這麼低樁的 我覺得大家 哪怕你再不喜歡這個政權 你都要有一個真的深入了解 不要就是他是不是就這樣拿走了我的錢 如果是這樣土匪 我們時常說他是土匪 但是土匪現在都懂得穿西裝打靈泰 不是就這樣拿著一把刀去搶 你是四分一也好 一半也好 你提出那個問題 如果換了會怎樣呢? 換了 不是換了不換了 備用信貸都還有抵押品的 就是他們都還是有央行 就是人民銀行 用人民銀行的外匯儲備是什麼呢? 都還是美元債來的 還是美國的國庫債券 都還是美元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我和你講的那件事 剛才講了整個小時 就是說這個政策是沒有用的 只不過是 在他們所謂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上面 曾經有人寫下這件事 寫下這件事 那個人其實 只不過是看到美國有這件事 他是照抄 但是他是有一定的風險 剛才講了那個風險 我不重複了 講了幾次了 重複又重複 其實這個備用信貸額 是對你沒有任何影響的 是在危機之下才會出問題的 但是在危機之下 香港已經自己需要外匯儲備去應付接港元的沽盤 你同時之間又把這些錢借給大陸的需求 當然人民銀行都有給你一個抵押品 就是他們拿著美國國庫債券 那我的問題就是 到時金管局夠不夠膽 將人民銀行給你的抵押品 在市場上面沽出 那你金管局可能也不敢 那問題就是 既然人民銀行自己用的外匯儲備 都是債用美元的資產 你幹嘛要搞香港的金管局 香港金管局也是用那些同樣的東西 抵押做資產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一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我就是解釋給你聽 但是沒有意思的東西是可以 在危機之下 變成你制度的一個流動 然後我就說這班是一班蠢蛋 不是那個額度有多少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你那個額度 你用一個絕對的金額去定 但是問題就是 香港的外匯儲備水平 不是一個固定的外匯儲備水平 是會升會跌的 就是說有朝一日 香港的外匯儲備水平 是可以跌到低過你這個額度的數目的 要不要 對 你有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